让它放松的时候它马上放松 这才是好的肌肉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软如棉 硬如铁 让它收缩的时候它马上收缩并且很硬 但是一直很硬它就肯定不行 我们临床有很多病人颈见腰腿痛 你摸它的肌肉浑身都是硬邦邦的 它是不健康的 肌肉必须像我们呼吸一样 也要会呼吸 就是一松一紧 一松一紧它才会健康 那我怎么才可以知道我的核心肌群 到底是不是健康呢 其实很简单的 摸又摸不到 可以做个测试 做个测试怎么做测试呢 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肚子上 用力吸气 鼓肚子 你给它压力 你看它能不能把你的手鼓起来 如果你用了半天气 你都鼓不起来 那说明你的力量就不够 如果稍微一吸气 它能把你的手顶起来 并且顶得很明显的张力 那这就是你的核心肌群 这个腹部肌肉有力 OK 那说到这个核心肌群呢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有些人会觉得会不会不同年龄 它所处于的地方 会变化了又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区别呢 核心肌群的位置肯定是不会变的 但是核心肌群的功能 一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的 所以我们要注重自己的锻炼 这样的话就不会 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小时候 二十来岁 各个肚子上还有几块肌肉 然后没有大肚腩 然后慢慢慢慢随着年龄增大 我们形容一个人 这个年龄大了 然后慢慢慢慢 啤酒都出来了 将军都出来了 就说明我们的腹部的肌肉 是越来越没力了 原来是这样 但是我老公的肚子虽然很大 但是他真的分数字 他收得上来的 我不再来 你没给他施加阻力 你要给他施加阻力的时候 他就露馅了 还有一个 对 还有一个 将军度它不仅仅是腹肌美丽的问题 还有一个股盆浅情的问题 就是我们所说的翘屁股 就是刚才我们一个嘉宾说 喜欢穿高跟鞋 所以他腰痛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穿高跟鞋以后 他必须把屁股翘起来 腰向前塌 胸挺起来 他才能保持平衡 但是男生不用穿高跟鞋啊 是 男生为什么也会骨盆浅情呢 一 腹部的脂肪沉淀的东西太多 第二 臀部的肌肉没力 臀部的肌肉没力 他就会 凡是你看啊 男人如果是翘臀的话 他一定会有腰痛 并且他走路 走不远就会很辛苦 健康小贴士 核心肌群是维持脊椎稳定的重要肌肉群 而腹部肌肉是核心肌群的核心 平时要加强腹部的锻炼 除了多做运动之外 还可以通过呼吸的方法来锻炼腹滑肌 接着进入健康知识考考你的环节 看看大家知不知道锻炼腹肌有什么好处 A 缓解颈肩痛 B 防止腰腿病痛 C 保持身材 D 令运动更瀟灑 不容易受伤 A应该是对的 我觉得C 颈筋痛 你只选A 我选A、C和D A、C、D C、D眼力互弹 因为你都太远了 我是赞成的 不单是咱们大家 很多医生都觉得这不可能 但事实上是可能的 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 我们观察一个人的呼吸你就知道了 我们呼吸方式有很多种 有一些人是这样吸气 医生吸气 典型的胸式呼吸 还有一种吸气 这两种呼吸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 就会造成我们的腰背痛和脖子痛 你看啊 这种呼吸模式是什么 红红 背部向后仰 为什么呢 它后面紧 它松不开 它必须通过这样来 才能深呼吸 那么这样呢 是脖子的肌肉 来帮着往上提 就是我们的胸阔呀 就像一个风箱一样 像个气球一样的 上面拽 它下面不会拽 就是它不会俯视呼吸 不会俯视 只会凶视呼吸 那么就这样就 在上面扯 在上面扯的话 时间长了 你看一个人 如果他深吸一口气 这脖子的肌肉都是 绷得紧紧地硬 并且 我们所说那个筋啊 都突起来的 变得很粗 那他颈椎一定是有问题的 他呼吸模式是有问题的 这种人呢 往往会出现什么 心慌 胸 脖子不舒服 总觉得气下不来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检查方式 你用手啊 放在它那个两乳中间 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弹中穴 上下左右拨一拨 如果它很刺痛 就一定是这个呼吸模式是有问题的 有点痛 这个痛哦 怎么办 这就是我们平常熟悉的 不是刺痛好不好 小心眼 小心眼啊 这个这个是 小心肝 中医是气会弹中啊 气会弹中 上下不通畅了 通这么痛 通这么痛 不放弃啊 不放弃啊 不放弃在这种 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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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眼 就是气下不来了 就是只会胸式呼吸 不会腐式呼吸 结果就一定会出现这样 为什么 一个腹肌的训练 腹肌好了 它会 就会缓解它这个颈椎疼痛 腹肌好了 它能正常呼吸了 脖子的肌肉 吸气的时候 不用力了 其实脖子肌肉 它不应该在呼吸 它有辅助呼吸 但它不能在呼吸当中 充当主角 是啊 那跟脚有什么关系呢 那肯定啦 它是在这个腰部区域嘛 它都稳定了 腰椎就不会经常不稳定 比如说假如它稳定了 我们走路 我们的腰椎就不会 东晃西晃东晃西晃 我们的椎间盘 就不会受损伤了 我们的关节 就不会过度地受到磨损了 所以它会增加了稳定性 那么我们的腰腿痛 发生的几率就 就会降低 甚至是没有 保持身材都是这个原理 如果是这样的 这个 好吗 第四个呢 为什么会让运动更潇洒 不容易受伤呢 你想 我们中间的核心稳定了 那我们做肢体动作的时候 是不是可控性大了 稍微 比如说我们踩到石头上 马上可以收住了 可是我们如果不稳的时候 你已经东晃西晃了 已经 顶不住 东晃西晃了 你已经控制不了了 所以肌肉可以牵引起 对对对 你遇到一个危险 马上可以收住 回来 它就不受伤 这个收住 但是问题是 我收是收 我比如大腿 或者是手部肌肉 其实是收我腹部的肌群吗 收大腿 所有收大腿的动作 必须先收腹肌 我们可能没发现 但事实上它本身是 先腹肌收 然后才能做动作 腹肌不收 你动作是说不出来的 那究竟这个腹肌应该怎么去锻炼呢 锻炼腹肌可以增强腰椎的稳定 那腹肌应该怎么锻炼呢 为什么拉筋可以更长瘦呢 拉筋又有什么绝意事项呢 下一节回来 黄主任会告诉大家 日常生活中 如何利用呼吸法来锻炼腹肌 并教大家几种 在家就可以做的 简易拉筋方法 关注健康的你 千万不要走开 看,这只鸡腿比你的臉更大 很香 来,看镜头 BB,快点来吃饭吧 一口肉 一口菜 真是乖 肯德基用心烹制整肺鸡肉 搭配丰富线索 给你扎实的满足感 足料美味,满足你的胃 肯德基足料饭全身升级 扣足料饭即送芙蓉会梳汤 是实力派,就要做到更好 长时间排练,就要长后无舍保护 新登场海飞斯,开舌实力派 不但有后去舍 更形成长后保护层 让你持统无舍保护 忘记投私烦恼 我可以为粉丝做到更好 海飞斯,开舌实力派 由你领头 正货先有真效果 选择迎准小纳标 I never let you go 以全家之,微微加为之 一件更轻松 腹肌训练的方式 其实很简单 除了我们平常会做一些特殊的运动之外 你的呼吸就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比如说我们在等车的时候 做饭的时候 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 你很无聊 或者很疲乏 做一做腹肌的训练 马上你会精神百倍 你的脸色就会恢复 原来很疲乏的 马上就会看起来有神 呼吸训练的方式 我们坐着也可以坐 躺着也可以坐 那么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个 躺下训练的一个方式 开始我们要练一下 简单的我们再坐 来来小伙子你来 我带你练一下这个呼吸 什么叫横向呼吸 这个横向呼吸呢 你看 我们正常的就是自然的呼吸状态 不可控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呼吸模式 所以每个人身体健康状况就不一样 好的呼吸呢 应该是这样 我们进行这个训练的时候 先学会这个横向呼吸 你看 吸气的时候 胸腔 顶你的手 你看 吸气 不错哦 很好啊 你看 所以他的腹部肌肉就 真的真的就比你强很多 是吧 我也是实现 你是照不起来的了 你承认现实吧 你看他的挺胸了 放下手放下 他无论是横向还是竖向都是不行的 你看 你 你做的时候 你是抬肩的 他抬肩的 你承认现实吧 还好我今天做了 哇 无大力 无大 好无大 好无大 哎呀 力力 这压少许 哎 我的能够 他的很典型的 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 你看 他的呼吸是怎么呼吸的 往上耸 耸肩 对啊 他松得很 对 很明显的耸肩 哎呀 哎呀 不是 我想真的是知道是怎么样才能 他不会这样横向 对 他不会横向 所以你用力吸气一下 你看 就是往下 他的脖子肌肉 他绷紧了 往上 再吸 对对对 那我是不是也有点耸肩 你没他松得那么严重 你看啊 如果我们训练得好了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一侧 甚至某个地方来动 你看啊 这么厉害 好难啊 这是两边动 好 右边动 可以分左右 这么厉害的 左边都 我都可以 是吗 这真的很难 真的 真的不是说笑 如果不是 王主任在这里介绍 老实说 你真的有点 嘉嘉 你知不知道 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因为你由始始终 你都没有训练过真正的腹式呼吸 你全部都是空式呼吸 所以你一定是中向的 一中向 你就一定是这样的了 不能松肩 不能挺胸 这样 你看啊 我们在医院里 或者家里有老人 快去世的时候 死的时候 我们遇到呼吸模式 这是完全是 喘的 张口抬肩 气下不来啊 他很快就死了 所以真的 呼吸对我们身体健康 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 不仅仅是对我们的腰痛 腰痛脖子痛 对我们整个身体 都有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呼吸 是身体和灵魂 嫁及了一个桥梁 人活一口气 没这口气你就死掉了 那到底怎么办 然后这个气不好 你也活得不好 事不宜迟 马上来演示 那我们怎么去先练练 这个呢 是通过动作和呼吸配合 然后练习呼吸的 这里 如果你就告诉我 这里是放个杯子 放在开水 这里是放个杯子 放在开水 如果你 水不洒出来 水不洒出来 你就是控制得好了 所以让它伸腿曲腿 来 做一个 很高境界 我觉得是 你看它不动的 不是 在伸腿的过程当中 是呼还是吸 对对对 你问对了 呼吸的时候做动作 吸气的时候回来 呼气的时候做动作 回到状态 然后再呼 呼的时候要收住腹部 呼 深 吸 吸 收 这个有没有年龄限制 比一些老 就是很老的老人家也可以 老人家 躺窗上不会动的 小孩子都可以练 都可以练 再做一个向两侧摆着 同样是 这个其实是不是 就是普拉提的动作 对对对 这是普拉提去练的呼吸的动作 它不要求你动作做到 一定要贴到地上去 是呼吸的手作 呼吸的手作动作 呼吸的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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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的手回来 回来 它不是像做瑜伽一样 一定要做标准的 你假如说出现 有 出现控制不了了 抖的时候 你看 这就错了 这错了 你摆的再多 都没用 所以你 宁可做一个动作 做标准 不要做十个动作 做不标准 这个动作再做一次 给我看看 怎么样 怎样 它这个是不能动的 这整个骨盆是不能动的 你看 风的时候做动作 这个腿 左腿是不能动 其实这里放一杯水 不可以让它灑出来 这里也放一杯水 对了 但是你做这个动作 那时候 这个才是正确的 谢谢 辛苦了 辛苦了 除了我们有这种锻炼腹肌的方式之外 其实很多人都会想着 我锻炼了 那么饮食是不是都要注意一下呢 是不是王主 其实除非是专业的特殊的训练 需要饮食的帮助之外 我们日常的平常人群的健康训练 是不需要特殊的饮食调整的 只需要蛋白质的合理摄取 饮水的合理调整就够了 那么最最重要的 我都觉得 我们现在不是吃得不够 是吃得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吃货一定要注意 未来的生活方式 包括你生活得快不快乐 其实是由你自己的嘴来决定的 没错 管得好自己的口 可能未来几十年的生活质量 都会好很多 好了 那么立刻来进入我们今天的 健康达人体问题的环节 来看看今天第一条短片 走 下去 跳舞 为什么要下去跳 常跟三五七七的人跳 在阳台都可以 在阳台里拉就行了 那就教你拉,好吗 老徐的老婆说 家庭地方太小 只可以做到几个动作 老徐就说不要看小姨的动作 只要坚持这样拉筋 还可以长瘦 因为筋长一串,瘦长一连 拉筋可以令人更长瘦 拉筋可以令人更长瘦 可以令人更长瘦 老徐的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拉筋会令人更长瘦 其实我自己有疑惑 因为拉筋可能令身体更舒服 但是真的跟长瘦有关 不如问三位嘉宾 你们觉得拉筋跟长瘦有关 有关的 我学泳春时的师傅 有一套拉筋操 拉筋操不仅是拉筋那么简单 还可以帮助血液去循环 所以血脈会更好 令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自然会长瘦 这个逻辑也对 拉筋是否长瘦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拉筋可以比人更高 那你纯属有一个意念 第一,会觉得人更舒服 第一,会舒服 第二,整个人的形体 会更好 听不住 好了,我问一下王教授 筋是什么东西 是我们中医学的一个概念 它是什么呀 我们对筋的描述是 内连脏腑,外落至结 就是说里面通到脏腑上 往外到肢体上 到胳膊上,腿上 内连之结 它是连接内外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组织 就是我们西医所说的解体组织 为什么说我们拉筋可以长瘦呢 通过这种拉 就让我们的关节肌肉的挤压力增加 它松开了以后 我们血流的速度就会增快 就会再贯注 我们医学上有种名词叫再贯注 也就是说老百姓其实说的 就是让血液循环加快 让不管是脏腑也好 取干的肢体也好 重新得到一个有效的营养工学 但是这个目的很多运动都可以做到 为什么拉筋会有独到之处呢 更有针对性 我们的筋呢 咱们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这个人体的筋 就像这个丝瓜烙 那个丝 遍布于我们人体的各个部位 有时候你做有些运动 它对深层的刺激 或者对某个特殊的刺激 它刺激不到 你比如说按摩 其实它也是通过一紧一松 一紧一松的这种力量刺激 来刺激到我们的筋膜了 但是呢 有些地方它刺激不到的 或者有些地方它不方便刺激到的 那就通过我们自身的这种拉筋来解决 但是我也都常听到有人说 哎呀我拉上条根啊 梗了又不好啊 但是是拉筋 通过筋的收紧 对深层的其他组织进行挤压 但是通常它肯定 对它本身也是个筋拉 这个筋怎么拉的 如果我们的肌肉这样被拉 光有肌肉没有筋 一拉就断了 所以我们的肌肉里边 从里到外 有很多筋膜把它包在一起的 肌肉是保护肝原 筋保护肌肉的 筋保护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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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想问王主任 就是说 刚才我们看到里面的影片 那些老人家做出一些 平常我们都经常会做的那些 是的 其实那个动作是否 叫做准确呢 是否拉筋 同时我们如果拉筋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些什么 才不会拉 拉上一条筋 好像何文刚才所说的 你说的情况 公园的老人家拉筋是非常多件的 对 那么总体来说 它拉比不拉肯定要好 但是老人家拉呢 很多时候它是不注重科学拉的 拉筋呢 一定要注意 第一 要注意一个延展性 延展性 往远端的这个延展 不是简单的曲关节 简单的曲关节你拉不到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要配合呼吸 吸气时候 恢复原状 或者停止 呼气时候再多动作 第三个呢 要注意迅速渐进 不要追求表面上的美 因为我做多大幅度 是没用的 反而会拉伤 刚才我们听了那么多 王主任所说的 拉筋要注意的事项 直接教我们 如何简易正常 正确地拉筋 或者更多 好啊… 跟着遍布全身 保护着我们的肌肉 有哪些拉筋方法 可以缓解颈肩 腰腿部肌肉的酸痛呢 下一节 王主任将会教大家 正确的拉筋方法 令你在家裡足不出户 都可以拉筋长寿 方法简单易学 千万别错过 《阳光果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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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镇里面》 《微制原果果粒》 结婚了吧 我上百合网了 百合网 电脑 手机 实体电 三观其下 找对象 百合网 红娘中的红娘 爱生活 也爱曲线 绿绍牌 奥赛金小囊 门后衣柜 附上门面 让生活更舒心 来宜家商场看看吧 假如说 我们拉这侧的上面的斜方机 就是说你转头转不了 侧头也受限 当然了排除 应该去看医生的疾病 我们一般的话 累的话就这样 伸出你这个食指和中指 夹在两耳朵旁边 夹在两个耳朵旁边 这个手呢 尽量地贴到这个裤脚这里 然后吸气 呼 侧躯 保持三十秒钟 然后再吸气 保持这个状态 然后低头 肩膀不要跟它一起 跟它往上跑 三十秒钟 再吸气 呼 向右后上方 看天花板 然后吸气 回到正常状态 我们站着做呢 这个肩膀不好控制 你要有一个向下坠的力 向下坠的力 但是你不要坠成这样 它往鞋上方拉 你又往下方稍微坠一下 如果我们是坐在那练 就更容易了 把这个手啊 手掌翻着手 倾向下 坐到屁股上 坐在屁股上面 这样拉 我们这个肩膀 就会跟着跑了 就更容易了 拉完以后 你这个上面肩 颈肩部的肌肉 就会松下来 这就是针对性比较强的 你可能不知道 它拉哪里 你就这样拉 还有那简单的话 你比如说 我们做这个动作 双手交叉 想前伸 想前伸的时候 你不要光伸胳膊 要身体往后伸 身体往后 手往前 对 用胸扩的力量 往后挤 用胸扩的力量 不要憋着 不要仰头 是练哪里的呢 练背后这个肌肉的 拉伸的 如果你感觉到 背上紧了 绷得酸酸的 那就正常了 这是往前的 往前推的 是拉后面的 往后面的 是拉前面的 你看 交叉以后 放到后面 颈胸 这个比较好拉 胳膊向后伸 你坐到那个 你看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 要伸个懒眼 怪难看的 坐到这里 做这个动作 别人看不到 很多人做这种动作的 咱做这个动作 大家注意哦 不要把胸扩这样 挺起来 我知道 我很明显挺起来的 你这个就是 我们叫肋骨外翻 肋骨于外翻呢 但是我从小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这个胸扩呢 就变形了 不要再变形 你看 挺 这样才能真正拉到胸 是肩膀往后 你千万不要这样吧 是拉肌肉 不是拉骨头 不是我知道 是肩膀尽量地往后靠 然后 对 肩膀往后靠 这里往前顶 怎么往前顶呢 对 你看 哦 我觉得我是需要用人力 才能走到这个极端 我明白了 然后 收住 收住 肚子 收住肚子 还是因为核心肌群 没有用稳定性 对 我也觉得是我的根基不行 对 回 回不去 保持这个状态 如果收不了 你就想一想 保持这个 喝完以后状态 哎呀 好累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 颈部肩部的拉伸 然后 比如说 四肢的拉伸 比如说 翘儿郎腿 但是呢 长时间翘肯定不行 拉坏了 拉得它没弹性了 我们针对它的 臀大肌来拉伸 你看这样 这个时候放到这里以后 先前驱 吸气呼 这个我们做不了 不要弯腰 腰是一个整体的 不要弯腰 你要弯腰 弯成这样 那没用呢 腰和胸部都挺着 你看 就这里挺着 往后 要先压 对 有没有感到 右侧的屁股酸 对 很酸 然后呢 再转转身 转哪 向右后上方 看一点 把肩膀往这儿来 就更紧了 对 右边的屁股有 感觉 吸气 回来 你看看似一个 就翘上台的自然动作 你比如说 假如说你坐飞机 累了 你就坐 拉一下 这个很适合 我们男生做 然后翻过来 再坐这边 你看 吸气 呼 哇 很酸 你看 在不同状态下 肌肉的 受前拉的部位 是不一样的 但是去到这个位置的话 你的腰很难 不弯 我还能挺着直 因为你的腹肌没力 再做一个动作 我们拉腿的肌肉 这是跟老头老太上公园 翘那个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在家里 不要去公园 去那个 那个有风险的 这个腿曲起来 我们一个手先放到这个 脚底 我们很多时候 为了浅 是我拉得好 经常会这样干 经常会这样干 对啊 这样没用的 你看 必须是 让 这个身体往这边转 先扳着上腰 然后再这样做 你看 才真正受力 我们要拉这个腿 后面的肌肉 你这样一转 很多带长了 很多带长了 而没有真正地拉到 后面的肌肉 你看 这样才是真正拉到了 也是腰是直的 直的 这样的话 又不会伤到 你其他部位 这个地方又练到了 所以为什么 经过科学训练的人 练得好 不会拉伤 没经过科学训练的 经常拉伤 练得不好 效果没那么充分 但是又拉伤了 这个区别在这 你看 这个是拉我们大腿 后面的肌肉的 当然你拉到大腿后面 我出了门 去出差 我路上或者在做饭 不可能随时铺个垫子 没问题的 你自己拉伸就可以 随时 你看 这样抬起来 这不是后面拉进了吗 这种也很简单 但是注意 不要这样扭骨盆 要它收回来 骨盆水平的 这样才有效 你这样一弄 你看 我再弯 可以弯很多 这个姿势 哪个地方会觉得酸呢 大腿后侧 大腿后侧 对啊 你看 我绷紧状态 到最大状态 坚持15秒钟就够了 好 再做一个动作 这个往外摆 刚才在这前方吗 对 往外摆 我们拉的时候呢 你看 这个手往上 往上 延展啊 不要这样做 这样做是拉不到的 延展 然后 很多人看到我 我是不是拉这里啊 对 这里有手拉 但是最关键的是 这是手拉 拉的 内侧 这个大腿内侧肌肉 崩得很紧 很酸痛的 所以你不要看动作 你看这个动作 要往外摆 所以并且呢 身子呢 你不要这样扭 这样扭就拉不到了 放到正中间 你看 并且 要让它往上 延展 我们所有的拉伸 都不是这样的扭曲的 是必须有一个 向上向远端的延展 就是拉大腿内侧肌肉 嗯 哪些人需要拉大腿内侧肌肉啊 痛经的人 痛经的人 还有呢 咽尿的人 晚上 起夜起得多的人 谢谢 辛苦了 辛苦了 这期节目 真是收获丰厚 没错 学了这么多东西 有饿式的、坐式的、立式的 不同方式的拉筋 但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 千万要把动作做对 不要到最后 不是真的要拉的地方 亦产生副产品 自己拉伤了就不好了 好,接下来 我们马上看第二条片 找男朋友 就要给爸爸看过 为什么 爸爸也懂得看照片 爸爸看他走路 还有他的姿势 看到他做什么 身体健不健康 做什么 健不健康也看得出吗 是,不信 我带你到阳台去看看 我告诉别人 你看那些年轻人 脊椎有问题的,你看 那些是做粗重的事 老卓一天 又在阳台带着女儿指指点点 说这个人走路有腰椎问题 那个人走路 反映了他的肩膀有问题 究竟是否可以通过 一个人走路的姿势 看出他的脊椎有没有问题呢 是否真的可以通过观察馆的坐 站或在走路 可以看得出他的脊椎有问题 可以的 可以的 真的吗 真的 要不现场找一个观众试试 可以的 有没有病位 过来走一圈 被案往高手 看一看 我们不会看的 无论他的肩膀摆幅还是他的脚 但是我觉得他是伸前脚的 一脚踩的伸一脚踩的浅 对 这有一点 你已经入路了 你已经有 他两个脚踩地的声音不一样 就说明他用力不对称 不对称 他肯定是会影响问题 你看 假如这边老是框框多 这边的脊椎这边是不是受影响最大 那好 咱们不管他别的 你看他往来一站 正常站好 平常你怎么站就怎么站 有个什么姿势呢 小肚子突出来了 小肚子突就是前面我说的 男人的绝屁股 你看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骨盆前请 还有一个问题 往前看 你不用看我 头是向前请的 背是驼背的 我们这叫圆肩驼背 头牵引 就是圆肩驼背 头牵引 这样的话 颈椎就非常容易出问题 还有一个 在他的胸部 就会经常出现胸闷或者气短 背下来 他这样气都不顺了 不通畅 好 我给他敲一敲 你看 我说他这边痛得多 这边痛得少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他这边肩膀走路的时候 是往后翘的 往后耸得多 往后耸得多 为什么他会耸呢 就是因为 他的前面拉的 前面拉的了 所以他这边的肌肉 你看 和这边的肌肉的感觉 应该是不一样的 痛了吧 你看 这个肌肉 你看 这里是很柔软的 这边是蹦蹦蹦蹦 有弹波的声音的 还有一个 他背上的肌肉 这边和这边不一样 这边是平的 这边是圆的 这拱起来的 这个肌肉是有点肿的 痛吗 这里痛不痛啊 这里痛的 这是很典型的一个模式 头向前请的 我们做个动作 我们几个嘉宾 你们做个动作 和观众们 一个是正常情况下 头向后仰 记住天花板的位置 第二个动作是 做个肩膀前请 就是相当于 头背一样的动作 做个这样的头背动作 然后再向后仰 还能仰起来吗 不能 不能了吧 好 再做一个 向后挺胸的动作 然后再仰 是不是比刚才幅度大了 对 这就是我们取干 对脖子的影响 所以你不要说 他现在没症状 没症状还没到发作那一刻 当发作那一刻 比如说神经柠天颈颈颈颈颈面 胳膊麻呀 一些其他的背痛都出来了 所以你看 这样的话 它限制了颈椎向后伸 所以 你得看天花板的幅度 受限了 它仰不了 后面有人顶着它 为啥 这样顶着嘛 所以我们很多人的 步态和姿态 你看它往那一站 就两个地方 一个这里凸 一个这里凸 它是完全不用一声 自己可以练回去的 练回去的话 你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要怎么练呢 前面咱们讲了核心进行训练 这个动作不是很好吗 躺到那里 转身的动作不是很好吗 就是拉伸它这块肌肉的 就是拉伸它这块肌肉 甚至我们站在门框上 门框边让它这样拉 也是拉伸它这块肌肉的 慢慢慢慢它就挺胸 抬头收腹就来了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谢谢这位嘉宾 谢谢 谢谢我们的观众 谢谢王教授 谢谢我们的嘉宾 我觉得这期师傅 是收获最多的一期 而且是纽正错误观念 也是最多的一期 虽然我暴露了很多缺点 但的确是获益良多 因为很多我们不注意的小小事 原来可以引出这么多状况 分分钟危及到身体健康 核心肌群一定要锻炼好这个区域 还有腹式呼吸 可以说是决定性 所有肌肉包括炎剪 所有动作能否恢复 都是很关键的部位 没错 还要记得 如果你不懂怎么做的话 记得找专业的人士帮你 因为有些时候 真是我们一个动作做什么 可能不是对你 而是伤了自己 好, 谢谢你关注这期的健康百分 健康生活更纷纷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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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